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二,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科技股大跌之际,华尔街交易员说不要慌,这只是牛市的中途。 当前华尔街的交易员们纷纷压住看涨期权,预期美国股市近期将继续上涨。 而且交易员们压住上涨的股票非常广泛,从人工智能概念股到规模较小,对经济敏感的公司和地区银行不一而足。 有分析认为,投资者对错过当前机会的恐惧又回来了。 有不少投资者难免发问,美国股市的牛市还会持续多久。 在交易员们看来,美股当前的牛市才走到中途,当前华尔街的交易员们纷纷压住看涨期权,预期美国股市近期将继续上涨。 交易员们的这一动向表明,随着今年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已经超过13%,许多投资者年初的悲观预期已经有所缓解。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年以来更是飙升了29%,有望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佳上半年表现。 在各类股票中,交易员们最为热衷的依然是人工智能概念股,本月以来已经有超过130万份的英伟达、英特尔、AMD看涨期权交易成功。 有望创下这些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甚至已经超过了2021年11月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达到顶峰时的繁荣程度。 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全球市场公司的数据,自年初以来,这类期权交易活动增加了一倍多。 另据数据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相关的期权交易活动也创下了记录,看涨期权的单日交易量激增,交易量的增加已将此类看涨期权的价格推高至极端水平,这是市场热情高涨的迹象。 一个人说投资者对错过当前机会的恐惧又回来了,未来几天,交易员将紧盯消费者信心和通胀数据以衡量美国经济健康状况,并预测市场进一步发展趋势。 今年以来,美股的反弹让交易员措手不及,便让那些做空市场的人感到恼火。 现在,即使是那些之前采取更为谨慎立场的人,也开始转变态度。 但是,美股此轮反弹到目前为止并非是全线上涨。 高盛表示,目前美股的上涨是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以来最窄的一次,少数科技股推动了反弹,其中尤其以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涨幅最大。 但投资者的热情已经开始蔓延到其他板块,一些交易员正在为那些当前仍然落后的股票做准备,以赶上热门科技股。 例如,当前与小盘股相关的看涨期权需求猛增,而近几个月则表现不佳,投资者也在向小型基金投入资金。 其中许多基金以地区银行股票和其他对美国消费者数据敏感的股票为主。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说特斯拉充电技术即将成为美国的行业标准。 当地时间周二,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表示, 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充电技术正迅速成为美国行业标准。 数周以来,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Revan、福特和通用等公司 均已同意采用特斯拉专有的充电标准NACS,让客户可以使用美国最大的充电网络。 同一天,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也宣布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 特斯拉同意从明年开始让沃尔沃汽车的北美车主使用1.2万个特斯拉的快速充电桩。 特斯拉在全球运营着最强大的充电基础设施,拥有超过4.5万个超级充电桩。 目前,该公司的超级充电网络是世界上最广泛的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网络,也是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 当天,SAE表示,将加速审查特斯拉LACS是否有可能成为美国充电行业标准。 该组织的支持将使其他汽车制造商更容易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 SAE指出,标准化过程是建立基于共识的关键一步,将对NACS充电连接器进行标准化, 以确保任何供应商或制造商都能使用制造或部署这种充电端口。 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总裁FM指出, NACS充电连接器将为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确定性、拓展性、可靠性和便利性, 最重要的是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更方便充电的机会。 与此同时,美国几个州已经宣布他们将采用NACS连接器作为行业标准, 这将使相关企业获得州层面的资助。 德克萨斯州和华盛顿州已经宣布了这一消息, 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州加入进来。 SAE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目标是在六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使特斯拉的充电技术标准化。 总的来说, 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实现SAE的承诺, 即确保人人都能使用清洁互联的交通工具。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此前表示, 特斯拉希望尽可能地帮助其他车企, 几年前我们免费提供了所有的专利, 现在我们正在让其他公司使用我们的超级充电网络。 Meta旗下Instagram盈利能力改善, 花旗上调目标价至360美元。 华旗银行表示, Meta旗下的Instagram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分析师RJ对Meta给予买入评级, 将股票目标价格从315美元上调到360美元, 并指出尽管Instagram本季度的应用程序下载量约低于TikTok 12%, 但Instagram已获得了更大的用户份额, 每月活跃用户同比增长了6%, 而TikTok仅增加了4%。 RJ在投资报告中写道, 尽管TikTok每月活跃用户的总使用时间仍然比Instagram高出约41%, TikTok每位用户每月使用时间约31小时, Instagram的使用时间约为22小时。 但TikTok每月活跃的用户使用时间的增长速度已经连续第7个月落后于Instagram。 RJ还指出, Instagram中的Rails广告负载率本季度至今达到17%, 本月提高到了18%。 他表示, 广告市场处于稳定到改善的状态。 考虑到Meta的广告策略, 新的广告产品以及Rails持续增长, 可能导致Feed、Stories、Messenger和WhatsApp的使用增加。 2024年的广告收入增长将同比增长14%, 其中Rails在明年收入约105亿美元。 好, 这是Meta的一个动向啊。 U推出新的人工智能市场, 该公司在其平台上添加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数百万开发者使用该技术为游戏机, 计算机和耳机。 制作电子游戏和其他程序, 其中包括能够使用文本提示来访问编码和其他任务的说明, 以及让背景电子游戏角色与玩家进行独特对话的方法。 这些对话可以根据玩家的真实位置进行自定义。 U表示, 其人工智能驱动的闲聊 旨在让为其提供动力的数据在玩家的设备上处理, 从而帮助开发人员节省云计算成本。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美股大盘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1.12%、1.13%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我们也在预期接下来震荡下行或者是无需震荡的可能性。 那么今天这一根K线呢, 很显然这个反弹力度还是有一些的, 对吧, 那么后续能不能止跌, 需要接下来一到两根K线的一个止跌确认。 在出现, 也就是明天后天之前呢, 我们仍旧假设当前还是一个回撤啊, 也就是说还是有可能继续震荡下行的一种走法, 或者是类似这种啊, 无需震荡, 左边那种, 对吧, 然后再下行。 当前呢, 以基本确定啊, 当前就是一个洗盘的行情啊, 也就是说一个上涨的中继, 对吧, 你看之前的趋势啊, 这个最陡峭是这么直勾勾的, 对吧, 那么很显然破掉了这个陡峭的趋势线, 那么我们假设啊, 它是一新的一轮的洗盘行情, 洗盘行情, 说这个空头怎么今天没有连续啊, 这很正常啊, 那如果你把均线组打开, 你会发现啊, 20均线对它有一定的支撑啊, 所以一部分日内交易者他会去抓一些日内的一些多头啊, 那么后续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在这里指跌的一种情况, 好, 这个是标普, 我们看一下纳指, 今天纳指上涨了1.69%, 我们看到这个, 它的这个陡峭的趋势线呢, 很显然呢, 是被啊, 昨天的阴线啊, 砸了下来, 那今天呢, 像是一个反弹测试的感觉, 那么能否真正的指跌呢, 由于我们已经画了一根下跌趋势线, 那么后续呢, 我们看看啊, 它是啊, 怎么样去啊, 走, 是震荡下行呢, 还是啊, 突破上去, 回踩指跌一下, 也就是说呢, 后续是横盘震荡, 还是继续伸跌, 这个目前呢, 通过一两根K线, 是无法完全看出来的, 你看之前啊, 这些位置啊, 它有伸跌, 也有横盘的情形啊, 对吧, 包括历史上啊, 也有好多啊, 但是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啊, 当然也有可能啊, 继续恢复到多头, 所以下一根啊, 会到一到两根K线比较重要, 那我也观察到, MCD这个指标, 目前是一个死叉的状态啊, 对吧, 这是纳指, 那这样的话, 这个洗盘啊, 正当时啊, 所以, 即便是你已经卖掉仓位, 也没有关系, 那么后续呢, 我们仍就可以找到一些啊, 进场的架构啊, 那么现在呢, 不着急啊, 不是太着急, 包括刚才这个标普啊, 这个MCD也是一个死叉啊, 所以现在确实是啊, 正在洗盘, 好, 我们看一下小盘股, 今天小盘股也是一个向上的突破, 我们在昨天已经跟大家说过哈, 我们要看本周周二周三啊, 突破回踩止跌的一种情形, 那这样的话, 明天应该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测试, 他的这个MCD也是一个死长啊, 表明啊, 当前正在洗盘, 对吧, 好, 这个位置啊, 道指呢, 道指也类似啊, 他也是新的一波的下跌啊, 我们看到MCD也是一个死长啊, 在死长形成的过程中呢, 很显然啊, 即便是多头呢, 也会谨慎啊, 因为啊, 这个指标基本上还是可以参考一下啊, 就是说啊, 有一定的有效性啊, 好, 这个是美股大盘的表现啊, 我们啊, 从上周到现在开始啊, 都假设啊, 市场是一个上涨的中继啊, 也就是说啊, 当前是一个震荡行情啊, 或者是一个深度的一个洗盘啊, 具体是什么啊, 事后才能判断, 嗯, 好, 对于多头来说呢, 呃, 你捡过仓了也没有关系啊, 后续啊, 等待这个SADJN右侧的这是标普啊, 右侧的直接架构啊, 再重新买就慢慢买就行了嘛, 对吧, 我们只不过不想去经历更深的回撤啊, 才采取了这样的一个策略, 当然你如果认为也跌不了多少, 那你自己去看着办啊,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股票, 那今天啊, 再度领涨的是我们啊, 之前跟进的这几只啊, 我们说去挖掘较大利润空间的图, 呃, 你看啊, 大盘啊, 是一个相对深的一个跌, 跌幅啊, 而我们的open呢, 是一个横盘啊, 那么今天又是个阳线,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趋势线还是有效的吧, 嗯, 有没有可能去涨油啊, 因为个股啊, 不同于大盘, 大盘是一个所有股票啊, 或者是被挑选出来的股票的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个股呢, 它可涨可跌, 才会导致最终有涨有跌嘛, 大盘, 那对它来说啊, 我们的趋势线目前还是有效的, 同时这个位置有可能已经构成了支撑区啊, 所以后续啊, 上涨的概率会略高啊, open, 值得拥有啊, 对吧, 啊, 我们啊, 是在下方啊, 开始做这一波的, 这一波呢, 并未出现强势的持续的阴线杂盘啊, 所以我们之前说什么来着, 在这个阻力区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横盘的情况, 你看, 哎, 它就上去了, 在上去之后, 我们要看啊, 这个位置向下破位的, 连续性没有破位, 首先是, 其次也没有连续性啊, 破都没破的啊, 往下, 那么这样的话, 继续看涨, 去挖掘更大的利润空间, 挖掘十倍,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刚才提到的U, 哎, U的图呢, 啊, 它虽然啊, 跌了一下, 但今天又上去了, 那怎么办, 那就只能假设有可能继续上涨了, 是吧, 它这个图呢, 如果一旦摆脱这个阻力区, 那那即将迈向更高的位置啊, 好吧, 这个是U, 啊, U这个图, 我们啊, 我们, 我个人是倾向于, 它要摆脱底部震荡的区间啊, 再看吧, 把趋势线给你调到这, 看一下, 能不能啊, 那什么啊, 继续往上冲啊, 冲起来, 另外一只股票Coin, 也是我们说, 这两周以来, 我们说仍旧应该做多的一个技术位啊, 你看, 今天又领涨了一下啊, 那么后续呢, 将去摸一下这个头肩底的颈部啊, 颈线位置, 对吧, 好, 还有一个UPST, 你看UPST, 我们说啊, 你波动化处理之后, 没关系啊, 那么它这个走势, 近几个交易日吧, 跟大阪有点像啊, 你可以继续买啊, 就是后续呢, 看明天啊, 包括后天啊, 看看能不能啊, 在这里止跌一下啊, 给一个右侧点面啊, 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反弹吧, 还是有一定的概率继续震荡下行, 因为这是死差啊, 对吧, 所以多头呢, 是不急于过早的这个这个这个夹仓啊, 但这个位置呢, 一旦啊, 形成一种啊, 比如说啊, 回落在止跌这种架构啊, 应该继续去做多, 那届时我们陡峭的趋势下呢, 就可以调到这一回车浪的一个地点了, 对吧, 车浪到底在哪儿还不清楚啊, 因为MCD还是个死差呢啊, MCD是个死差啊, 所以这个位置有可能再震一震啊, 或者是震荡下行, 好, 注意我们当前都假设是上行过程中的洗盘航行, 也就是上涨中继, 后期我个人是轻按钮继续长的, 好, 今天的半导体也是强势的啊, 非常强势的就来了一根大阳线啊,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需要测试一下, 但是这阳线呢, 大家看它历史上洗盘呢, 也有很多这种阳线啊, 这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啊, 它是一个上涨中继啊, 重要的是我们对它的定性, 那么后续呢, 我们要看这里震荡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根K线跟之前这K线差不多, 你看这, 对吧, 所以呢, 一根K线也说明不了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可能继续跌, 所以啊, 接下来看回落的一个情况了, 如果是轻轻点准一下, 又弹了起来, 那这样的话还要看涨, 对吧, 好, CCL呢, CCL我们今天盘前说了一下, 如果今天拉起来的话, 可以适当减仓, 看后续啊, 在这里震荡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一波的行情呢, 长得非常陡峭啊, 而且上方确实有阻力区, 可能会要震一震啊, 好, 这是CCL, FOOBAL也是我们跟进的一致, 今天又是止跌K线, 我们今天盘前特别盯住了这个趋势线啊, 有可能震荡上行, 对吧, 趋势线啊, 画好, 或者是把这个支撑区画好, 作为你的止损就可以了, 我们这一波做多呢, 实际上啊, 我们啊, 在这里叮嘱过一次啊, 再止跌, 我们说再叮嘱再做啊, 那么现在呢, 还是叮嘱做多啊, 因为它是一个偏震荡上行的图, 说跌破呢, 跌破, 大我之随, 你不能假设这个, 我们是顺势预测啊, 而不是老是假设他已经, 是吧, 反转为空头了啊, 不能老是假设是反转为空头啊, 好, 那么今天的TQQ呢, 跟我们大盘类似哈, 都是一个反弹测试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K线比较重要啊, 也有可能啊, 就是像类似这种啊, 就是弹一下, 然后呢, 继续洗个盘呢, 之类的,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也是一个反弹, 大家看啊, 前几个交易设, 实际上它是一个跌幅啊, 是一个下低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下跌反弹, 下跌反弹, 下跌反弹, 你看, MCD也是死茬吧, 这是不是洗盘, 是哈, 是洗盘行情, 有人说啊, 它已经在上方卖掉了, 没关系, 后续我们等待右侧点位, MCD啊, 形成金茬的过程中呢, 我们再慢慢的买就行了, 我们指的是下一波多头啊, 这一波还没有结束啊, 这个洗盘还没有结束, Meta, 刚才我们提的, 这Meta也没有跌破啊, 它必须得持续的砸破趋势线, 同时反弹测试一下, 那么它连砸破啊, 都基本上也没算是砸破啊, 那今天又谈起来, 所以我们对它呢, 应该继续观察, 它向下破围的可能性, 我们这个出现已经活了超过半年了哈, 这个剧线, 它说到360亿代, 那就是更高的这个阻力区了, 看一看能不能去创新高哈, 这是Meta, 英伟达呢, 英伟达昨天我们也说了哈, 包括今天盘前说啊, 这个下跌, 看看反弹的一个情况, 那它也需要观察下落啊的可能性, 或者是无需震荡的可能性, 它的这个MT也形成了一个死长啊, 所以呢, 大家要结合指标, 简单的预期一下就可以, 看它这个起盘是不是无需震荡啊, 说已经卖过了呢, 卖掉了呢, 卖掉了你就慢慢的买了, 对吧, 分批买嘛, 看回撤, 只跌的一种情况再买就行了, 如果你之前是盈利的情况, 那你不用担心其他问题啊, 就是继续再重新买就行了, 对吧, 好, 那么其他的图我们看一下88吧, 哎, 88今天也是上涨啊, 所以我们看啊, 这位置在技术上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啊, 对不对, 哎, 所以接下来几个假日, 持续给出阳线就好了, 那这一波啊, 这个头肩底就成功了啊, 就成功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情况啊, 明天盘前呢, 我们将继续分析啊, 其他的一些股票, 好, 我们啊, 明天再见啊, 拜拜,